我们来看第四题 是判断直线L方程式s加3y等于7 与圆c方程式s平方加y平方加2y减99等于0的相交情况 若相交请找出焦点 TMS要来判断直线跟圆的相交情况 那么意思也就是来解连立方程式 所以直线L它的方程式是s加3y等于7 我们把它称为是第四 那么圆c方程式是s平方加上y平方加2y减99等于0 我们把它称为是第24 所以首先我们由第四 那么得知S就等于7减掉3y 把这个式子我们把它带入第24来求解 那么因此第24的s我们就利用7减掉3y来把它取代 所以s平方就是7减3y的平方 那么再加上y平方再加上2y减掉99等于0 那么7减3y的平方我们来把它展开 7的平方是49 再减掉两倍ab我们得到是42y 再加上9y的平方加y的平方再加2y减掉99等于0 我们来合并化解 9y平方加y平方我们得到是10y平方 减42y加2y 所以是减40y 49减99 所以这里是减50等于0 那么这个方程式我们同时把它除以10 也就算把一个0化掉 那么因此我们就会得到是y平方减掉4y减5等于0 我们来做因式分解 所以分解成y减5 那么再乘上y加1等于0 所以当y减5等于0的时候 我们得到y4等于5 或者是y加1等于0的时候 我们得到y等于1 那么y等于5我们把它带入7减掉3y来求出s的值 所以s大等于-8 那y等于-1的时候 一样我们把它带进去7减3y 得到s值等于10 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直线跟圆会交于两个点 那么因此交于这个点的坐标 s是-8 y是5 或者s是10 y呢是-1 所以听不懂要求 如果相交找出它的交点来 我们计算求的交于两点 那么第一点坐标呢是-85 或者是第二点坐标10-1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